那昨天晚上我還看到 琪琪在那邊在台上 他站在側邊在派韓國瑜 那他剛剛講的一句話很有趣 他韓國瑜到底認不認識我 我都不知道 我可以跟你講 韓國瑜對他不熟 完全不認識 就不認識嘛 因為這些人都自動自發的 他還不會跑過來跟韓國瑜講說 給我一點經費 會方圍啊 我很聽你 我很聽你 他不會 他們這些人都不會 但我一直在覺得說 台灣的民主 現在到今天這樣的狀況 我覺得有一個現象 大家一定要注意到 就是 民怨會找到出口 民怨會找到出口 民主最可貴的就是 民怨可以找到出口 過去的確 會被有一些媒體掌控 會被有一些1450掌控 但已經發覺到 反撲的力量更大 你去看韓國瑜的聲量 不要看我們這些 這些網紅的聲量 你看韓國瑜的聲量 大概就是蔡英文的三倍 現在大概已經到了三倍 那尤其現在韓國瑜 議題一個一個出來 你會發現議題一個一個出來之後 討論機會更大了 在這個中間啊 大家會想啊 他可能講得太快了 他可能說跟國政共同台 政策不太一樣 他又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講到最後講說 這樣講也有力了 討論一下可不可以啊 我覺得今天所謂台灣的 任何人都可以當網紅 只要你做直播 你就可以成為網紅 你只要去參與 你就可以成為網紅 這是過去的時代是沒有的 那所謂的過去傳統的網紅 反而會被挑戰 你會發現網紅的位置 要維持在那是不容易的 當這個整個區域裡面 網紅越來越多 現在幾十個 幾百個 幾千個 將會或許可以成上萬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 他的意見可以表達嘛 我們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言論的自由 而且是自動自發 所以人都了解事情以後 去看事情 然後經過網路上 可以看到事情的真相 結果